1851集 萨江昂着头满脸自豪地冲着林宇说道 只不过我这些兄弟们都愿意听我的罢了 我们内部极其团结 不像他们阴损的隐修会连自己人都杀 说着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汉恩 哦,那这么说来苏门教的事情你可以做决定了 你们喜欢赚钱是吧 好,现在有一个既赚钱又能报仇的生意摆在你面前你干不干 什么生意 萨江微微一愣,他不解地抬头望向林宇 你替隐修会卖命,托煞却要除掉你 这口气你肯定咽不下去对吧 所以我希望你跟我联手,除掉脱杀 林宇眯着眼睛冲萨江说道 刚才跟萨江交手的时候 林宇能够判断得出来 这些人的身手虽然不及隐修会 但是并不弱于暗次大队 而且这帮人对境外的地形更加了解 跟隐修会接触也甚多 所以这是一支非常合适用来对付隐修会的雇佣兵 这个 不过萨江听到林宇这话神色一变 他的眼神当中浮起了一丝疑惑甚至是惧异 似乎对隐修会极为忌惮 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拒绝吗 摆人图双眼一寒 一个剑步冲到萨江跟前 手中的匕首立马逼到了萨江的脖子上 萨江这会儿面色一苦无奈说道 我 我不是想拒绝你们 可 可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 尤其是在拖杀的地盘上 要想杀死拖杀 用你们华侠人的话来说 就是 痴人说梦 是吗 林宇冷笑一声 眼中精芒似射挺挺身子 浑身 迸发出了一股巨大的灵力风锐气势 字字铿锵 那我偏要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 不是我想打击你们 可 可至今为止 不知道有多少人 都想要取脱杀的性命 但是最终都撕在了脱杀的手里 而且 撕得还都非常惨 不行 你问汉恩 别人会失败 但并不代表我会失败 你放心 如果你帮我的话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隐修会承诺你们的 杀一个暗次大队的成员 给你们一万美金 我给你们三倍的价格 你们杀一个隐修会的成员 我给你们三万美金 三万美金 萨江听到这个金额 他心里猛得一颤 他下意识地吞了吞唾 不过 他接着摇头说道 不行不行 只怕到时候之前 我们有名者 没命还 四万 林雨 语气平淡 萨江听到这话 心头更是猛烈的一跳 眼中泛起了光芒 不过想想 还是继续摇头 还是不行 这不是钱的事 最后一口价 六万 实在不愿意 算了 好 萨江神色一变 连忙一口 答应了下来 望着林雨 大意凛然地说道 我说过了 这不是浅不浅的事 我纯粹 是佩服兄弟 你的张义和勇气 你们为了救 自己的战友 竟然不顾安慰地 跑来这么远 这个轻易 令人敬佩 所以 你们这个忙 我们 宿门就绑定了 一旁的孙雪斌 立马露出了一股 鄙夷的神色 远个屁 这里离着边境线 才不过几公里 好 成交 你们总共有多少人 林雨 心里面不由松了口气 有苏门教的人帮忙 后面的行动 便将更加地容易了 我们苏门教 总共有71人 不过 刚才很多兄弟 都被你们的人 带上打死了 现在恐怕 只有十几人了 萨江闷声说道 想到自己死去的兄弟 他脸色瞬间 灰暗下来 你死去的兄弟们 我每人同样补贴 六万块钱安葬费 其他的 一旦出现伤亡 也同样的待遇 这样 我先转两百万 当作定金好吗 林雨 沉声说道 为了让苏门教的人 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这点小钱 根本不在话下 哎呀 太好了 我替那些 死去的兄弟 谢谢您了 萨江面色大喜 感动的泪水 都勤满了 他恨不得以后 都跟着林雨混了 要知道 两百万美金 对于发达地区的人而言 算不上什么大财 但是对于他们而言 这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随后林雨 示意百人图 给萨江松抱 让萨江把自己剩余的兄弟 全部喊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 安静的树林里 突然响起了一阵 突兀的电话铃声 众人齐齐地朝着声音来远处看 神情惊诧不已 不敢相信 这没信号的树林当中 竟然也能够接到电话 这个声音自然是来自 汉恩口袋中的手机 汉恩掏出了手机一看 接着面色一变 冲林雨兴奋说道 是第二护法 给我会的电话 林雨的神情就是一阵 他立马冲他点点头 示意他接电话 汉恩则是没急着接电话 而是吐了口气 接着用力地憋住 过了片刻 他才张口 大口地呼吸起来 扬装出一副刚刚经过狂奔逃窜的假象 随后他立马接通了电话 用当地的语言和电话那头的人交流起来 因为不懂当地的语言 林雨百人土餐水员等人面面相聚 只听得一头雾水 不过一旁的陶闯 萨江两个人 则是面色凝重的侧耳认真听起来 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些什么 汉恩点点头答应了一声 接着直接挂断了电话 冲林雨兴奋说道 我已经问出他们所处的范围了 并且告诉他们 苏门教遭遇到了你们的市局 萨江等一种苏门教的人 几乎都死光了 我这就敢去找他们 林雨转头疑惑地望向逃窜 用眼神询问 汉恩这话和刚才是不是一致 毕竟他根本听不懂 他刚才确实这么说的 陶闯冲林雨点点头 萨江满脸怒容地冲汉恩质问 你为什么说我死了 我跟你忧愁吗 想起刚才汉恩差点要他命那一幕 他就气得浑身颤抖 这个该死的混蛋 怎么像这份儿的弄死我 因为他们认识你 汉恩淡淡地撇了萨江一眼 接着转头冲林雨说道 不过我刚才跟他们说过 还有几名苏门教的人没有思觉 这几名苏门教的人见过何家荣 所以我会把他们一起带过去 你们可以加班这几名苏门教的人 跟我一起过去 到时候你们可以 出其不意地出手 趁他们不被解决掉他们 只要解决掉第一护法和第二护法 剩下的一切就都好办了 不行 百人图听到这话双眼一寒 冷冷地瞪着汉恩说 这个计划听起来似乎是在帮我们 但实际上是想将我们引入陷阱之中 到时候我们虽然切入了他们的腹地 但是同样的也被他们给包围住了 他感觉汉恩这个计划不是在帮他们 而是在将他们引入狼窝 对 这个计划太凶险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